斤斤下邻居老居士 会记得用动识 皆能动识 少方去了现在之死 皆能见无量世界之死 可见极乐过人之痛 设施佛菩萨神通 圆满的神通 三道极乐世界 这是阿弥陀佛加持的 不是我们自己修成的 阿弥陀佛赐给我们的 赐给我们管用 其作用跟阿弥陀佛差不多 这个便宜占大了 这就是 为什么遇到极乐世界 遇到之后 能搞清楚 搞明白 哪有不发现 万神的 又 辞愿 一有二书 他的意思 有两种想法 也这样 如 往昔月 这两个意思 都是日本 金中祖司 所说的 日本人 对无量寿金下的功夫 比中国人 多 有很相当的神度 有很相当的神度 见不到众生的苦苦 所以 他今天在造苦因 造作罪业 他没有恐惧 他不害怕 他敢造 意义 不见助 落苦 没有见到极乐世界 所以 他不肯 修 往生的眼 不肯念 法藏 名列 此等众生 法藏 是阿弥陀佛的前身 对这些人 怜悯 选择此愿 是众生 所以 他有这一愿 四十八愿 有这一愿 天言同愿 又会所愿 肉眼 美丽 不见一枝之外 我们的肉眼 愚昧 下厉 一张纸 就张开 你的剑 偷不过去 但愿 目前 似从如此 只愿到你眼前 所看见的 你的思维 也只愿死 不见地狱 众苦 地狱苦 没看见 不见 情修 忽勇 不能够勇猛 精进 没有见到地狱苦 不见 净土 甚落 星球 年代 对于希望 往生 念头 很淡薄 为什么原因 你没看到 我们今天 由于读到 这部经 这部经 释迦牟尼佛 为我们介绍 西方极乐 世纪 说明书 又难得 黄年老 又六年 世纪 收集了 八十三部经 论 一百一十部 祖师大带的 著述 用它来 筑结 这部经 经跟诸 都是佛说的 都是菩萨说的 不是凡夫之间 我们要相信 我们要肯肯 呦 呦 陈县 法师说 吴虎 悲哉 不见地狱 恶鬼之苦苦 不见父母 司长 之受报 念力 行患 暴血 死呆 这都是什么 没有亲自 看到 才有这些 烦恼 习气 先去 孤望 吴虎 由于 上求 下化 之药 这是讲 佛弟子 上求 佛法 下化 众子 最重要的是 因苦 报德 之道 其为在 天眼 照尸 这 真的 在天眼之后 会有蒙尽尽 在天眼之后 直到修行 重要 直到 六道 非处 不苦 不能不超越六道 不能不求生 净土 下面 其二 这是讲了 面义 有两说 第二 如 地基 广 其一元 他说的更详细了 如 慧素 等于 前面所说的 举例子 愿心 愿意 愿意 厌苦先见 若而 再非真途 这个真途就指 极乐世界 所得之一 而已 那么见 正月真途 所得 何有进途 企图甚重 虽有天也 何见二千世纪 何见三千世纪 不能普见 不可说不可说 佛刹微臣素佛苦 何有进途 企图菩萨 虽得天也 而不能远居无言 是已 属心慈悦而已 第二段意思 将得比一段 第一段更深 更透彻了 极乐世界是真途 金刚薄弱所属 凡所有相 皆是虚妄 没有说极乐世界出外 所以我们对于真正情况 要了解 新鲜才不腻 二 才不会有怀疑 极乐世界 是新鲜是新鲜的 没有射变 我们这个世界 是新鲜 加上射变 新鲜的是进途 实变的是灰途 射法界一真 庄严 从哪来的 是从祝福射报 庄严徒 变现出来的 谁变的 阿赖也变的 旺行变天 华言经上告诉我们的 我们这个世界 唯心所谢 唯时所变 时就是旺行 唯心所现的 化脏世界 唯时所变的 设法界一真状严 我们在设法界 在设法界的 最下的六道 那设法界六道 是识变的 谁就是自己 也就是佛常讲的 形象身 我们心里面 起心动念 想东想西 这些妄想 能变了 外面的境界 是缩变了 阿 阿 尼 陀佛 阿 尼 陀佛 阿 尼 陀佛 陀佛 阿 陀佛 陀佛 陀佛